各位朋友 你們好 這段影片講講賢明熙的《大開眼界》 這首歌是描繪初戀的感覺 未談過戀愛的男女 當然在賢明熙的口中唱出來是女主角 要迎合歌詞和背景 這首歌是剛剛嘗試談戀愛 應該說她剛剛喜歡那個人的感覺 比較清純的感覺 音樂製作人 填詞人 寫了初戀的過程 事不宜遲 開始 先開個戀愛 第一句 微笑於一起哭於一起漸漸熟習迎合你 當然很簡單 一個初戀之前 如果有個初戀朋友經驗的人 初戀過的朋友 應該這樣說就會有這種經歷 因為通常都是相識著一個 一班人也好 或者自己的那個人也好 當然都是相識了之後 一熟落了 很少是一見鍾情 一見鍾情比較少 當然會開始漸漸地愛上這個人 但愛上這個人 就有些先兆 就是開始不知為何 那個人做什麼 自己就好像要跟著他做 這些是不能解釋的 因為在戀愛裡不能解釋 然後連習慣也 太治理 與你欣賞的戲 當然是 生活的習慣 思想 就開始跟那個人 不知為何會開始 混合到 與你欣賞的戲 可以現實一點去解釋 當然你未有愛火之前 都是去看戲 去海旁聊天 甚至乎去喝東西之類之類 接著這個觀點感覺雪起 似到變了自己 這是過程的 通常都是一個嘻嘻嘻的朋友 就變成好像很談得來的朋友 即是自己 什麼都可以說 很信任地去說 這就是一個愛情的開始的觀點 然後 而最終 討得你的歡喜 漸漸地膽黃自己 即是說 其實 對方都好像有些 接納到自己 或是感覺到他喜歡自己 接著 不知為何自己 會去配合那個人 即是 配合他喜歡那個人 例如喜歡那個人 想做什麼 不知為何自己都去 去迎合他 或者去幫助他 或者去陪他 這樣 接著 難度 變造了你 世界都只得你 就是剛才那樣東西 即是 自己不知為何會 好像突然間 變了跟這個人 是差不多的 同路人 即是大家 match 到 接著 我卻終於感到危機 即是說 其實 他這裡 就是說 咦 喜歡那個人 但 那個人 又未必喜歡自己 亦都是覺得 在初戀裏 亦都有少許迷惑 為何會自己變成這樣 會不會這件事是不好的 即是初戀就是這樣 接著 英文 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接著 Not in your eyes 其實這個 他是相對的 即是他覺得那個人 已經好像 注重自己 咦 但又有些迷惘 我會不會是失去了自己 接著原來 沿路有點窄 埋沒了想法 他這裡是一次過的 就陪伴放棄各種掙扎 即是說 咦 雖然這裡是有些危機 即是他用過有點窄 就是代表 如果籠統一點來講 就是代表兩棟大廈的後巷 你知道走過後巷的時候 都好像很狹窄的通道 會不會有一個彎可以轉到 即是代表了 會不會我的思想 我喜歡這個人的想法 會不會是沒有彎轉呢 他這裡是寫得很好 然後埋沒了想法 即是說 其實 會不會是喪失了我自己 為什麼我會變成他 這麼奇怪 這是一個未有經驗的人想的事情 接著就是 培伴放棄各種掙扎 不如環聯這麼煩的時候 不如徹底地去愛他 即是想著是這樣的 但是他用各種掙扎 即是陪你放棄各種掙扎 其實很想大家相愛 但問題是初戀就是 猜猜猜猜 他正在形容這些抽象的東西 接著用我視覺在看 才流神神光變得摧殘 即是說 其實他 酒醉有三分成 即是很喜歡那個人 但他都不是 你知道 剛才初戀的時候 是不會全程丟掉全部的愛 因為始終還是要試試試 他這句是說 有時我會清醒一點的時候 我才會看到眼前的東西 但其實他也是一個對比 即是一個比喻詞 其實他只不過是 在很少的時間裏清醒 大部份時間都沉醉著 喜歡這個人這樣的情況裏 接著愛德子董 這句下面 林崖勒馬 成全大家 如離別理 世界會變得這麼闊嗎 這個 亦都充分表現到 一個像有幻無的抽象 在初戀就是這樣 害怕 我是否真的喜歡這個人 喜歡這個人又怎樣 想了很多事情 所以他在迷惘中 通常會有些清醒狀態 就是 我是否錯呢 我愛這個人是否錯呢 是否不應該變成這樣 當然初戀就是這樣 然後 如看不開的 說不通的 我在沿途越來越多 這句就是 代表了那個人 迷惘 我站在觀眾的角度去聽 就是 已經迷惘到一個人 癡癡呆的情況 應該是這樣 在沿途上越來越多 就是說 他癡迷的狀態 愛這個人 癡迷迷的狀態 就越來越深 代表他越踩越深 字面就不好聽 如果你說字面解釋 就是看不通的 說不通的 在沿途越來越多 就是說 很多事情我都搞不定 解不通 就很難聽 我剛才所講的 是有些思義的解說 好 然後 回到這裡 陪你去探索 我卻找不到我 就是說 其實他已經是深愛著這個人 不能自拔 愛到只懂得去模仿 就是說他不能自拔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另一個他 其實你知道 一對情侶的出現 都是大家要插著才行 其實他就是在說這件事 然後這一段的副歌 跟上面一樣 都是一個 他的心 他的腦子在掙扎 背著必離是 就如自己的少少革命 這裏有個解釋 我覺得是這樣的 有時 你一個 我現在是說有思義的解釋 一個情侶總是會送人回家 對不對 他送回家的時候 譬如南方送女方回家 女方回家 他回家的時候 男方無論如何都會離開 然後在這個過程裏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 很捨不得 大家看看大家 然後另轉面 真的回家 就是在這一剎那裏 他說有少許革命 就是在這一剎那裏 好像人才有少許清醒的狀態 但是看著這個人的時候 仍然人都很迷糊 這個歌詞 有思義地應該是這樣解釋 代表他應該都在愛情的糾結之間 然後 讓我遺忘那從前的美好的光景 在這裏 如果你是站在一套戲裏 會不會離開這一個人 當然這些是無靈兩可的愛情 是否真愛 就不包含在這裏面 因為如果是真愛 如果是有真愛存在的話 因為它始終是普遍 未到真愛的情況 如果有真愛 就不會出現這情況 即是說其實離開了這個人 會不會是沒有自己以前所有的經歷 或者美好的事情 其實都是一個糾結的事情 如果是站在劇那些事情 就會形容一段無靈兩可的愛情 即大家都在掙扎著 男方也不知道外不愛這個人 女方也不知道外不愛這個人 是一個比較流離之間的鬥爭 這樣 然後 Sound of 3 And I can fly 這一個 跟著 I wanna fly 這一個 即是說 她很想自由 很想放開她自己 即是說 在這段愛情裡面 在這段剝皮粒裡 他都會引申成 他心理上有一種鬥爭的痛苦 有一種未知的痛苦 當然有初戀感覺的人 也會有這件事 原來能用我雙眼沉迷與觀察 而你已化作風景嗎 其實這句是引申成 這個女主角眼中所看到的東西 已經全部都是被愛者的人的東西 所以在初戀裡是這樣的 不知為何所有東西都是在對方 無論是生活 觀點 所有東西都包含在裏面 人家突然變成一個照顧者 或是一個代入被愛者的同一個人 即是複製一個人出來也好 是有這件事的 初戀就是這樣 化作風景 即是她這個女主角所看到的東西 已經是被愛者的全部 好像喪失了自我 然後讓我為我負責 能沿途成長 能做抉擇 即是我在鬥爭 在糾結思維上 我可不可以做抉擇 要是愛這個人 要是不愛這個人 當然POPPY LOVE 裏面 就是有這種無靈兩可的東西 然後 能隨便笑 能隨便哭 能從自愛 愛上這個世界 都是呼應上面 就是一個糾結 就是我可不可以 既然 放不下這個人 又心愛這個人 不如我會不會全力去愛他 會不會OK呢 就是她就要問這件事 對 問這件事 這件事就是自我的鬥爭 這件事就是在歌唱裏面 這三句 在歌曲裏面 他都是用一些比較溫柔的唱法 問自己到底我應不應該付出全部呢 當然這首歌是說 POPPY LOVE 裏面的美好和無來 美好和無來的兩面都寫出來 嚴明熙的聲音很年輕 很適合 真的很適合 尤其是她的年紀唱也很適合 所以這首歌不妨大家又再翻聽一下 這首歌我就解釋到這裏為止 因為現在嚴明熙 不知為何那個事件 好像很少見他面 和很少出歌 我都希望他可以快些出歌 一個藝人不要那麼快就出現這些事件 即是那些商業的事件 好 我們下條影片見 好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Thank you 拜拜